政府剛發表的夏年度財政預算案 將會推出多項一次性的 寬免舒緩民困措施 現時140萬要交稅的打工仔 接下來可以交少75%的新諷稅 和個人入息稅 每個人最多是6000元 比外界要求的15000元少了一半有多 至於做生意的利得稅就無得減 只是不用交一年商業登記牌照費 至於想買樓的人士 今年就一定會失望 預算案並沒有推出任何幫人置業的措施 不過如果你是業主就有免猜想優惠 每季上限是1500元 即單位市值如果不超過400萬 全年都可以不用交猜想 如果住在公屋 未來兩個月可以不用交租 即使是住在房協核下的非長者單位 都可以獲減三分之二的租金 另外領取縱援高齡和雙殘津貼的人士 就和去年一樣有商量出 獲額外發放多一個月的津貼 如果縱援家庭有小朋友在讀書 下學年每人都可以拿多1000元的津貼 以舒緩家長應付新學年的開支壓力 並同時可以獲得1300元的上網津貼 ONTV 記者陳國揚報導